启禀皇上 夏日延延 现在江南江北旱老成灾 西北蝗虫肆虐 庄稼颗粒无收 百姓食不果腹 哀鸿遍野 义病横生 如今情况危急 臣恳请皇上拨款赈灾 李王 朕也很同情那些灾民 但是这两年天灾频发 国库没收到多少税银 倒是拨了不少款项赈灾 现在国库空虚 朕实在捉襟见皱 无法拨款 你去想想办法 看能否再像上次那样 筹款赈灾 皇上 即使城中的富户和贵族 都愿意捐款 但是和百姓需要的比起来 只是杯水车薪 远远不够 臣上次听户部尚书说过 国库每年的财政收入 大约是一千万两 除此之外 还有大部分税收 是以纳粮的方式征收 这样算起来 扣除每年的财政支出 国库里至少还有上千万两银子 臣恳请皇上 开仓放粮 拨款赈灾 就百姓于水火 国库里的确还有一点银子 但是朕的临请还未完工 至少需要五百万两银子 朕还要为新进宫的董贵人 建造一座宫殿 之后 还要修缠宗庙 行宫 请方式炼丹 这一笔笔开支 花费巨大 朕都不知如何填补这些窟窿 有哪来的钱赈灾 皇上正直壮年 修建灵寝一事可以暂缓 宫中宫殿尚多 更没有必要为董贵人 新修一座宫殿 李王 皇上是真龙天子 给皇上修建皇陵 是国之大事 怎么能暂缓 历朝历代有很多皇帝 都是从一登基就开始修建皇陵 难道你想违背理治 本王并非此意 皇上的灵寝当然要修 但如今形势危急 本王觉得可以暂缓 如果现在继续修皇陵 只会劳民伤财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有这么多的银子 完全可以救济更多百姓 皇上 如今百姓困苦 接上流民数以万计 救济百姓才是大事 臣恳请皇上 暂缓修建灵寝 把款项用于赈灾 李王 修建皇陵是国之大事 断不能暂缓 你们这些臣子 拾君之路 理应担君之忧 以后这种小事 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不要什么都来反枕 退朝 皇爷 雪贵妃来信了 信里说什么 说这次任务失败了 皇上根本听不进雪贵妃的劝谨 反而怀疑她是受人指使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了 皇爷 我们要想什么办法 现在皇上心中只想修建灵墓 还要为董事师修建新的宫殿 所以才不肯放淫赈灾 想让皇上拨款赈灾 只有暂停皇陵和宫殿的修建 暂停修建皇陵 皇爷 皇上可是铁了心的要修 我们根本阻止不了他 要如何才能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墓里 本王问你 如果宫人们在修建皇陵时 不小心挖到几处泉沿 让地下水倒灌 导致皇陵被淹的话 会怎么样呢 皇爷 在灵墓里挖到泉沿 这可是不祥之招 这也说明 此处不能再用于修建皇陵 这样 咱们不就有理由阻止皇上了 墓里 此事本王交给你去办 是 王爷 几天后 楚宣臣和云洛玉 正在一间酒楼用餐时 突然听到外面 传来百姓们惊慌的声音 不好了 西郊的地灵被水淹了 什么 西郊哪个地灵 就是皇上正在修建的地灵啊 我刚才去地灵送木材的时候 看到整个灵墓都被水淹了 真的 整个灵墓都被水淹了 这是为何呀 听说工人们在修灵的时候 挖到几处泉沿 那泉沿一冒水 一晚上就将皇陵给淹没了 哎呦 这可真是晦气 这好端端的皇陵 怎么会挖到全眼呢 哎 听说当今皇上不肯拨款赈灾 真是老天爷给他的惩罚 如果他再劳民伤财 横征爆连让大家去修灵墓 恐怕还会反噬到他自己身上 哎呀 到时候说不定皇上也有血光之灾 这是不是就是皇上不肯救济百姓 不仁德的报应 肯定是 那就是他活该 宣传 没想到皇陵竟然被淹了 红元帝还真是倒霉 不过这样的话 那他是不是可以暂停修建灵墓 把多余的银子拿来救灾了 还不知道 以红元帝的脾气 应该没那么容易罢休 我先进宫去看看 嗯 你去吧 很快楚玄臣就进了宫 来到红元帝的御书房 李王 你也来了 你是不是也是为皇陵被淹一事而来 嗯 玄臣 你来得正好 你可知道皇陵被淹一事 臣也是才听说的 皇上 这好端端的 皇陵为何会被淹 朕听人说 是宫人们挖到了几处泉 所以才把陵墓淹了 真是奇了怪了 当初在选址的时候 朕明明叫公布尚书勘测过 李怀说西郊这块地的下面没有地下水 朕才会再次修建灵墓 为何才过去几年就挖出了地下水 皇上 目前勘测技术有限 地下水又很深 李大人勘测不到也很正常 现在皇陵被淹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淹都淹了 还能想什么办法 皇上 我们试试能否把水抽出来 看还能不能在原址继续修建 不可 皇陵里有泉眼 下面暗河密布水流汹涌 万不能再次继续修灵 否则将来要是淹了灵气 谁来负责 玄臣说得对 这下面有暗河 绝对不能在此继续修灵 朕要换个地方 重新修一座 皇上 修建此灵已经花了十年 还花费了几百万两银子 若是贸然重修 花费会更大 国库本就空虚 百姓们流离失所 恶嫖满地 咱们都没有钱来救济他们 皇上要是再建一座新墓 恐怕天下人难以接受 还请皇上三思啊 给朕修灵是国之大计 谁敢智慧 皇上 那是您没听到外面的留言 李太师 外面又有什么留言 皇上 刚才臣进宫前 在街上听到好多百姓说 说什么 皇上如果不知臣的罪 臣才敢说 行了 你说 只要你没有胡乱捏造 这都不怪你 皇上 街头百姓们说 皇陵之所以会被淹 是因为皇上不肯拨款赈灾 所以老天爷才用这种方式 给您警示和惩戒 什么 百姓们还说 这是皇上不仁德的报应 如果皇上继续劳民伤财 修建灵墓的话 您还会遭到天前有血光之灾 放肆 这些刁民竟敢如此说真 他们好大的胆子 皇上 臣也觉得这是百姓们胡说八道 但是 这全眼早不挖晚不挖 偏偏在最近挖道 这是不是真的是上天的警示 是啊 下官负责修建了这么多年的灵墓 包括先帝的灵情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怪事 难道这真是上天不祥的预兆 两位大人饱读诗书 见多识广 难道也相信那些无稽之言 本王觉得 这次的事只是碰巧 与皇上无关 肯定是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 借此煽动百姓 损害皇上名誉 瑞王 钦天剑建政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可以夜观天象 占补吉凶 事情到底怎么样 可以请钦天剑来算算 行 请钦天剑也可以 看钦天剑怎么说 行 来人 去把钦天剑建政叫来 过了一会儿 钦天剑监政赵正莲和几名蜀官 着急地来到了御书房 赵正莲 你来得正好 关于皇陵被烟一事 你们怎么看 皇上 臣昨夜夜观天象 发现紫微星蜥蜴 而且很微弱 没想到今日一早 臣便听到皇陵被烟的消息 这两者竟然同时出现 说明有不祥之兆 听到这话 红元帝身子一致 他最是迷信 紫微星是地星 代表皇帝 紫微星微弱 岂不是在预示 他这个皇帝的生命微弱吗 现在再加上皇陵被烟 两者相结合 是不是他真的会大难临头 有血光之灾 不祥之兆 那依你看 应该要如何化解 皇陵被烟 紫微星微弱 这可不是两件小事 必须要重视 皇上 或许这是上天的警示 臣以为想要化解此事 首先应该暂停修建皇陵 和一些与土木有关的攻势 其次 皇上应该顺应天意 开仓赈灾 或许只有这样 才能化解这次危机 听你都这么说 皇上 臣 也是顺应天命而言 请皇上 为了自己 顺应天命 那朕不在原地修建 另外换至修心灵 是否可行 皇上 洗脚的皇陵被烟 这本就是上天的警示 如果皇上 仍要重新选旨 另行修建 那就是 强行违背天命 到时 恐怕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还请皇上 顺应天命 暂时停建所有灵机 待以后再说 行 那就传令下去 暂停修建皇陵 过来这段诗再说 那皇上 董贵人的新宫殿 还要不要修 你说呢 李大人 连皇陵都要停建 更何况 董贵人的寝宫 是 臣知道了 既然如此 臣立即叫工人们停工 再等皇上的消息 皇上 既然已经决定 暂修皇陵了 那么多余的银子 是否可以用于救灾 没有